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to number 一个to x 一个to date 就这样三个 to number to date 他们三个的转换 但是我们知识点是 number和x之间是不是可以互转 x和date之间是不是可以互转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number和data之间是不允许互转的 没问题吧 那其中to number 是将 将自符数据 这换为数值数据 但是得有个前提 但是自符数据 自符数据 自符数据本身 本身值为数值 能看懂吗 好 to x 是将 数值数据 或者 日期数据 转换为 自符数据 to date的 将自符数据 转换为 日期数据 但是 自符为 日期格式 它得这样来吧 好 那昨天呢 我们针对的是 他们每一个的互转 昨天在我们的PSO里面 我们是不是都有讲 是不是都有写 那 一二三 一三 一三 两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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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一二 一二 可以了 有点大 12 12 这个可以了 12还可以吧 OK 这是我们讲的转换 还有一个叫其他 其他还说其实也就三个 NVL 和什么 NVL2 Equid 是不是就这样三个 他们三个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的AV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的AV 这类似于AV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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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单分支 双分支 多分支 能看懂吗 这个是 它的使用方式是 NVL 括号 字段 逗号 是不是处理 如果 如果 字段是 这个不用写 我直接粘过来 原码里有 是这意思吧 对吧 原码里面直接有 这是我们的转换和其他函数 我们讲的亮亮那块 函数到这块就完事了 所以呢 我们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回答函数是 多航 明白吗 那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多航最重要的特点是对数据进行统计 就五个 max mini sum AVD 和 count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档 再我们来看Oroco的分组 对于Oroco的分组来讲 对于我们分组来讲 分组学习和筛选学习第一格尔万 然后是不是给字段名就可以 分组字段名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点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如果想使用分组 什么时候使用分组啊 一般我们根据业务需求说 不同部门 不同的这些 不同的怎么样 不同的怎么样 一般是不是都是使用分组来进行做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使用group1分组 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分组的字段 可以允许出现在 是不是slag的语句当中 分组字段 是不是可以和我们的多档函数 同时出现在slag的语句当中 就是这样子 而如果要对分组语句进行筛选 必须使用谁 heaven heaven才能允许使用我们的多档函数去筛 普通筛选仍然用谁就可以了 可以 这个结论一定要注意 这一块 那怎么 这个一定要记得 这是我们的分组 其实就说了什么 group1和heaven的用法 group1分完组之后 下面要是不是正常查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增生感 好 我们看增生感 增加 增加数据这个叫insert into表面 这地方我们格外注意点 组件 组件是不是相当于一张表里面的 非空为一 是不是设置为组件 因为老师 我怎么设置组件 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点 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个 现在我们目前都完成单表的存在感上 怎么创一个表 你会吗 不会吧 怎么创建一个表 是不是还不会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再讲的知识点 不要纠结 组件怎么进行设置 你要一定要记得 什么是组件 组件是在我们一张表里面 是唯一标识一条数据 并且它的特点是非空为一 懂得吗 所以如果说 你在插入一条数据的时候 组件的值 重复了 是不是一定会报错 是这样子来的 好 我们在增加数据的时候 写insert into 要求必须 你写的这块字段名和值 必须数量一样 并且还要什么 一一对应 如果是全字段插入 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省掉不写 直接是不是写 后面就可以了 部分字段插入 必须写清楚 能明白吗 如果部分字段 你不写清楚的话 昨天是不是报了个错 叫值数量是不对 是这样的 来我们看删除 叫Delete from表明 如果不加V2条件 是删除表的所有 就是错 同时我们可以使用 穿K的kable 加表明去删 也可以 Delete from 加上V2条件 你的V2条件 查出来多少 它就会删多少 只要符合条件 就会删 所以这个条件 不是单一的就一个 相当于我们查询 那个V2里面 是不是可以写好多个 条件 是不是可以有好多个 你进行and 哦 是不是去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只要你符合条件 先from 然后where 然后是不是delete 等等吧 好 接着update update语句呢 它这个是写表明 set字端名 新的值 等等等等 这些 如果不加V2条件 它是把这一列 全部设成一个值 如果加上V2条件 还是筛选出来的 那部分数据 是不是全部变成新的值 这是update语句 所以我们平时 搞开发的时候 一般做delete 或者是update 删除的 update更新的时候 这个where条件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用主件去做 因为主件 是不是唯一 标识一条数据 所以你去删的时候 你这个where 如果是 某主件字端 等于某一个值 删出来 是不是只有一条数据 然后再去删 update也是 这是我们用的 频率最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很少出现 执行一条删除 一次性删除好几条 但老师会不会 会不会那个 我说的是很少 但不是说没有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在淘宝网 是不是有购物车 比如说你写个 清空购物车 明白没 那你那个清空购物车 是干了些什么事情 其实弟子 就是执行了一个啥 底地怎么样 是不是就把表的数据 给删了 你懂了吗 就这样了 好 这个地方我们还 大家讲了一个叫 数据的备份 那么数据的备份这一块 说只会备份表结构 和表达数据 约束是不会备份的 那么数据的备份 就两条我们做的讲的 叫create tableware 后面是拼个slag的语句 还有一个叫insit into 表明 加一个什么slag的语句 其实这个我觉得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insit into这个 你一定要记得你查的这个和你要插入的表的数量上是必须的一样 要不然是不是插入不进去的 能看懂吗 这个是主要的数据备份 这是不是整个的全备份 这是我们开发的一个小技巧 开发的时候经常会用这个 因为我们在做数据的测试 测试操作 我们对一个表的数据进行操作之前 你是不是得先备备好 万一你这个操作不合理的话 那数据是不是就没了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讲的这些 大家看看昨天作业 这一天 这作业的话 你会发现它住的 是不是有一个大部分是重的 基本上一样吧 你再写呗 我跟你说 写这个读 写这个最后一句 你就频繁的去 比如说我这个给你留了 到下次我再留了 也可能还会再从里面找一部分 给你下次再冲进去 知道吗 你就是我们频繁的去练习 你写个新的最后一句 不如你把某一个 是不是写的特别六 你才能体会到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一个感觉 来我们看 第一个 选择碰碰30的所有员工 这是很简单 再来个新 from 你像这样的闭着眼就行 当然是夸张了是吧 给你零四了 sircle 92 按个 sircle 99 按个 自查区 按个 用户管理 好 这里我先写字 叫原码 原码进去 就我写个作业 我们作业的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知识 里面的那个作业策务 可能是昨天留的 等等吧 不是 就是昨天留的作业答案 好 我们来看 列出所有办事员的姓名 功能编号的 就是 slag的姓名 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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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t 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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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吧 找出佣金高于薪金的 slag sing from ename where sell 佣金大于薪金 小于 是不是大 这个吧 60% 是这个了 0.6 slag sing from ename where sell 小于 com 是 高于 是吧 佣金大于 那就是 com 佣金高于薪金的 它成員是吧 是吧 多点 知道 真的 来 接一个 找出 部门10的所有经理和部门20的 他的全机量 就是这样的 slag 平 em where 叫 找 等于 他把manager 按的 dpt number 等于 10 2 然后dpt number 等于20 按的 叫做 等于 可立刻吧 这个吧 你不用扣 因为按字的级别高于谁 哦 那你要扣起来 就更好 找出部门10中 所有经理 部门20中 既不是他的 是不是上面这个不变 这个吧 然后 注意听 既不是他 又不是他 好吧 既不是经理 又不是他 但是薪金 大于等 大于或等于 是不是两件的 既不是他 工作是不是不是他的 那就是叫做 不等于 manager吧 and 叫做 不等于 是不是可立刻 然后再按的 seal吧 seal 大于 等于 2000 这是扣起来 不过也行 还是比拗高吧 多年 来 几七个 找出佣金 收取佣金的人物的不同工作 收取佣金嘛 那就 slag的 叫做 from 谁 emb np where 这个 c1 mambo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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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前面是不是得 distinct 它 sob 因为我们这不是找他不同的工作 我就看你有了什么工作 你从不从我是你不能都出来吧 debug 找出不收取佣金或收取佣金低于100的员工 把他拿过来 拼住c 拼住v 这个不是第一次ink了 它是找佣金 不就行 他们意思是什么 no and comm oh 小100吧 其实就一个 小100的事就那个0 这么低吧 好 找出各月到处 第三天收购到所有的员工 这个第三天收购到所有的员工 这个第三天收购到所有的员工 好 是不是日期 嗯 他说 这是返回指定日期所在的月的什么 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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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把月份返回两个日期 什么什么的 日期按指定格式进行截断 这是不是返回指定日期的 这是不是日期后的新日期啊 你这个是什么 这是不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我是不是再 什么 减个二 是不是减个二 不是倒数第三天了 嗯 嗯 这是不是最后一天 你能拿最后一天吗 这不是最后一天吧 他不是倒数第三天吗 倒数第三天 最后一天 再前一天的 再前一天 是不是就是倒数第三天了 嗯 能懂吗 嗯 好那我们来写一下啊 其实什么呢 他说找出个月倒数第三天受雇的所有员工信息 那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员工的受雇日期 是不是大于这个月 对 找出个月倒数受雇的 是不是等于这个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找他等于这个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能懂吧 那是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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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等于 还有 那是个月 那我们先诊了吧 你咋所有的员工是 那是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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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个月 那是个月 那是个月 这里面是什么 它各月嘛 这是不是Hardate的 这是Hardate的 这是Lastate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他入职日期的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是不是他入职的那一天的 其实这个事情 他要看各月到手第三天收购的员工 其实说白了 是不是就看他入职的日期 是不是他入职这个月的到手第三天 那我就看一下你入职的那个日期 是不是不就完了吗 关键是我是不是就找出来 你入职的这一月的到手第三天的日期 给你的入职日期一笔 符合条件不就拉倒了吗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我们写搜口语句 我告诉你 你就像这句话 就像这句话 很多人一看 第一看是懵了 都明白吧 乍一看是什么 你别懵 你细细去想一下 怎么去想 这么来 你先不要去想 我告诉你搜口语句怎么写 你注意听 因为在我们不熟练的情况下 你先不要去想 直接去想搜口语句怎么写 我现在就给你一张表 给你所有的员工去写 你不用去写 你就是人工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找出个月到手第三天 受负的所有员工 你自己去找 你应该怎么找 搜口语句就应该怎么写 听明白了吗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搜口语句 其实就是你符合你的正规的思路 最 Señor 不想要这样 你 Holliday 听懂の吗 可以 这个吧 9月28号吧 早上就 Found You 10 招育乎 早于 20 中文 最近不是讲过了吗 一刷子这么大写 Slag slag的叫 你念我吧 你说这么大写吧 所有员工的写明 是这么对吧 显示正好有五个字图的 是正好为五个字符的员工姓名 字符 你不知道 反正字符操作忘了 来我们看字符函数 来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 来我们怎么是不是看它的长度 老师怎么看长度 这字符上位置 查找字符上 连接字符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查找字符承的位置 然后从一开始是吧 这是instr 然后左裁剪 右裁剪 什么的字符承位置 这就没有直接的 反正是不是看正好姓名是否肯定是对的 from emt 是不是就是where 我是不是就要看enem的长度 是这个意思吧 enem 应该怎么变 那我们来想一下 你看我们目前来讲这里面字符是不是就没有 左长度的 有吗 你自己看 有吗 没有 唯一一个能看长度的 是不是只有他查找紫字符承的位置 那怎么玩 那老师这个这这怎么玩 唯一的就是一个地呢 来 给你看一下 oracle 获取 字符的 长度 字符 字符 直 获取 字符的 长度 来 看这个 你自己想 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就是想的 我们感觉好像特别复杂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 我们这是不是有个lens 自符 lens返回的 是不是所占的 是不是自符长度 单位是不是自符 这个lens必反的是什么 这反合的是什么 字符 你要哪个 是不是正常lens不就完了吗 那你就 lens lens 就是你不要想很复杂 我出这个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我们讲课的时候 因为我不可能是把所有的全列出来 听明白吧 我们做的是入门 还有什么呢 你遇到一个 你看老师是自符 但是你发现 老师你给我讲的 写在这里面没有这个呀 没有这个 你是不是相当于 去百度一下 是不是去查阅资料看一下 不要就是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先强调一点是 我们以后做 学很多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培训学院的 都是入门 你明白吗 都是入门 你不能把自己学死了 听明白吗 不能学死了 懂吗 还是那个 首要的工具 应该干什么 遇到问题 先去百度 看一看没有 有没有 那怎么办 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想一下这个 我觉得 我当时应该应该就是 累死了 那样 累死 一内幕吧 几个 好了吧 我们来看这个 显示不带有R的 这是写过了是吧 不带R怎么写 not like slack的幸福啊 那我没讲到的 那你们怎么知道 是in not like in name or not slack 3号 你注意听啊 你老师你没说 我这不在作业里说了吗 就以后我们很多的知识 我讲作业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听 因为作业里面 我会体现有新知识 能明白吗 不是说我们这个作业 就是我们昨天的 能懂吗 我留的作业都会有一部分 是我们当前的知识 有一部分是超出你一点 能力范围需要你扩展的 能懂吗 所以作业的时候 你别走时啊 包括我以后讲HTML 讲我们的高级框架 都是这样的 能懂吗 高级框架的 等我们进高级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会有个作业 每天那个作业 第二天我在讲的时候 每天那个作业里面 还会都有新知识 听明白吗 好 来 我们再看这个 显示所有员工的前三个字符 这是不是切割了 Clack 先写个ename吧 from emp 这是不是所有的 但是所有的我只要什么 前三个字符 又是字符操作 字符操作是不是 supf字符算吗 从前三个 从零开始 是不是切割 从一开始是切割 sup str sup str sup str 过号 倒号 1倒号 3倒号 3倒号 看到了吗 显示所有员工的姓名 用at1所有a slag的排施 ename from emp 这是reeplease吧 reeplease的话 来我们看t1 reeplease 这样的话 你看Jack and Drew 勾1t 是不是全部都变了 所以你直接reeplease 这个地方写 reeplease reeplease 破号 dow号 谁 把谁寄了 t写所有a是吧 a dow号 a a 特号 特号 a t了 t了 吧 显示满十年服务年限的员工姓名和收视日期 你满多少年满十年你先不要想色购语怎么写 我就问你你自己你怎么看满十年呢 我就问你就这样你看我就slag的追听我slag是from emp 我们现在人工做这个事情可以吧 嗯 而不会写色购语句你总会人工算吧 听明白呗 那你人工搞这个事情你怎么搞 当前年是十年 你怎么搞 这是不是入职日期啊 显示满十年 那就是不是和我们当前年都满了 都满了 都满了 18年了 18年了 嗯 我们改一下吧 30 18 18 30吧 30 30也都够了吧 35吧 满35吧 好吧 别试了 其实你不管满多少年 就这样子了 是不是当前日期 减去你的入职日期 进入的日期 然后呢 然后呢 是不是35 是大于35吗 你剪完之后 那是个日期啊 剪完这个日期 那我们再来看 日期操作呗 不是日期操作了 不是日期操作了 可以 能看到吧 这不是日期对日期 按格式是不是进行截取 这是不是一二 这是不是一二 这是不是结年 它能结出来是03年1月1日 是不是肯定是超出03年的 能懂吧 我们先来看效果 来 我们服务年限它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得拿取当前日期 当前的这个系统 系统 系统日期啊 叫 sys days 就是orical 就是slip sdat from 来 这是 新制度 是不是当前的系统日期 能看怎么 那 来 这是又一个点啊 这是又一个在最提前的点啊 from from emd 那我们就where 你这样吧 我们从它来我们看 从这个地方来看 叫sys dat 你 减去谁 heredit 吧 来 我们行边写下 叫ename吧 嗯 对吧 heredit 吧 是不是它是收入日期啊 是天 这是什么 天 一万天 一三六三五吗 这是啥 天吧 然后破起来 出一个三六五 你这就直接大约三十五就完了 能懂吗 这不是三十七点几年了都 你出一三六五这不足一年的后面是不是都是月了 嗯 能明白 然后就 WR 是不是它 大约多少 三十五 不是就这一件 我们看怎么 你不足一年的能算一年吗 是不是工作 比如说你在这个班你在这个公司你工作了多少年 你说我工作了十年零六个月 那我说你满多少年 我能说你满三十六年吗 能懂吗 听明白呗 我只要什么 是不是只要整数 只要整数的话是不是数值操作 是不是有个阶段 昨天我们写了吗 还有一个什么 取余数 去向下 去绝对值 去向下 取整 你不能向上去啊 你三十五年 三十五点几几几几 你能向上取整吗 你能说你在这个公司满三十六年吗 肯定是不够的 你说你满三十五年 这句话是一定对的 我再说一遍 三十五年多 你应该说你 你应该说是不是满三十五年 不足三十六年 这样模式是不是对的 能懂了吗 就现在我们计算年龄 你过了 假如说就二十四岁吧 你过了二十四岁那一天的生日 哪怕你再过一天 你是不是二十四岁零一天 能懂吗 那个时候你就算二十五了 你不能说是你二十二十四 你比二十四要大 其实你过了二十四岁那一天的生日之后 你过的那一年是二十五岁的那一年 你就是二十五岁的第一天了嘛 因为你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之后 你是不是完整的在这个地球上诞生了二十四周年 然后你再活一天 是不是就是你二十五岁的一天了 你不能说你二十四能懂吗 那是不是说年轻了 你那时候就是二十五了 所以你今年这一年 从你这次过生日到你下次过生日之间 这一年是不是都是二十五岁你的日期了 听懂了没 所以我们中国什么有一个虚岁 其实和周岁差不多你知道吗 你过了二十四岁 比如说虚岁二十五 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算了吧 你二十四岁零一天 说你二十四又不行 说你二十五也不对 所以就是虚岁二十五 周岁二十四 就这个意思 懂懂吧 好来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给大家叫flow吧 flow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穿开的截曲是不是也行 截的话是把小时候全部截掉 这上下去等是不是也行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是你满的是不是年 明白没 来这个 显示所有员工的详细资料 按信名牌区 你起来的信用详细资料 你用详细资料 我用详细资料 快点 用详细资料 好 注意听这是又一个新的写法 你注意听 我们上课讲知识品 作业里面会体现我们的写法 以内蒙 哈瑞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这个 收复服务前线吗 from from什么 EMP 好我们先布牌 可以了吧 人家说根据服务年线 不是根据入职日期 是不是根据这一列去牌 老员工牌在最前面 什么意思 是服务年线最大吗 都是老员工 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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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差了个31 所以这拖拖的是不是将去 根据这一列是不是将去牌 order by 把这个 追听 拿过来 来我们看一下 出30 然后再加什么 Ds 有毛病吗 没毛病 那老师这么写 我看着不习惯 你看啊 空格是不是加没名 这不是服务年线吗 我写个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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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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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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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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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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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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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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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是吗 不是年份说 那就结呗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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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人家说的是年份 你看 我写个Hardate的 他只要谁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1980 只要这个 后面是不是不要 是不是结掉它 那我们看这里边 这个地方是不是45 这是不是结断 在这个结断你看这个年 我只要啥 你看 对 clone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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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那后面呢 那一样 按谁牌 这不是按月牌吗 按月牌 那怎么办 那老圆梦在前面是什么意思 如果月一样老圆梦在一边 你在要的谁其实 是不是弟弟 给你看一下 最早年份的 那也不对啊 它如果是年也一样了 如果月份相同 则最早年份的员工 还在前面 按这个 来起别名吧 一二 你不能写一一二刘签字 你不能写一二刘签字 自己看 该写一二刘签字 奥特拜,按啥?先按啥? 约 约呗 约是MS 来,我们先看一眼 这样的吗? 对 这是不是俩约一样的? 然后你再按年牌 年牌 再按将最早年份的员工派对先牌 是不是Hardley的就好了? 嗯 对 员工最早年份的吗? 对 这句话就是理解最早年份 因为年份其实 年份也一样 它俩是不是一样? 对 其实按道理来讲 我觉得这句话表述的有点问题 因为你看 它应该自便理解 若月份上的则按最早年份 因为年份是不是一样的? 日期 日期是不是也一样? 你说谁早? 日早 你该比谁了? 对 是不是弟弟啊? 其实是不是就比Hardley的就完事了? 对 能懂吗? 嗯 听懂我意思吗? 最早年份的 最早年份的也就是老员工吧? 最早年份的也就是老员工吧? 他俩一样 Hardley的 小的放前面吧? 嗯 这就这么写是不是就完了? 你看 是不是他在上面 能看到吗? 好 好 显示一个月为30天的情况下 所有的日期已经忽略余数 30天人家都跟你说了30天了 那就写吧 slag的 他的工资吧 他的工资应该怎么算? 30天 一个月多少钱? 30天 所有的日薪金 你的薪水应该是工资加什么? 用货 加昨天的什么? 是不是提成啊? 日薪金 日薪金嘛 平均的日薪金嘛 就是新薪金 天抗的那 看不见 你明白吗? 是 学习那语他是不是教你算30天的平均的薪水 对 日薪 叫 MVL CELL 加 MVL MVL 括号 CUMM有多少零? 7 7 这多少? 这是他的 月薪 月薪吧 出一堆啊 三十 忽略余数嘛 忽略余数 什么 向下取得没 向下取得 也行 四舍五入 忽略余数不是四舍五入啊 是吧 我给你发工资 我看你是100.3毛钱 那三毛就不发了呀 不发 100.8毛钱 那八毛钱也不发了 但是现在不会啊 现在都发 现在就发到 经费到点一 就点 就是100.8元是发的 那个点八是发的 因为银行给你转账 对 那怎么办 工资不是 现在你挣了工资 工资不是公司给你发 是你这个工资 有多少之后 填好之后 有银行进行贷发 到月之后 银行就会发 而且自动扣你 无限一金和有税 假设你一个工资是三万 交税交六千嘛 听起来 听起来 你工资多少钱 三万 你算到手一万八 感觉挺高是吧 我很多朋友 你像我一个朋友 他工资是 一万八 好坑啊 在百度 工资一万八 到手一万四 还不到 一万应该是一万三千多 你出去 你工资多少钱 一个 一万八 哎呀 一球啊 好厉害啊 太多了 因为你客戈睡 再客戈五千一斤 就基本就没了 来 注意听哦 把我们讲完啊 能跟上吗 感觉怎么大早上这么不宽乐 看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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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很难吗 这个玩意儿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以年约日的方式 显示所有员工的服务年限 找出在任何年约年份的二月收入的所有员工 一月份等样 一月份等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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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表 怎么看 相当ary 等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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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没准查全项 人家查不是所有员工吗 对每个员工显示其加入公司的天数 第一个吧 MouseBeat 是不是月份 还有天数呢 一减是不是就是天 slag的 显示嘛 slag的 每个员工 先说叫 sysdata-paridatafromdmp 来我们写个名字拉倒吧 ename 是不是多少钱 看怎么办 显示姓名包括A的 就写过了 这不是赖个语句吗 包括软件吧 以年月日的方式显示所有员工的服务年线 什么意思呢 我是不是先看你干了多少年 能看懂吗 我是不是看你先干多少年 然后不足一年的是啥 是不是月 不足一月的是什么 天数吧 是不是年月日吗 我们先看多少年 我们先看多少年怎么算 以年月日的形式方式显示吧 应该是你干了多少年 然后零几个月 然后连几天吧 然后连几天吧 是这个意思吧 能懂吧 嗯 嗯 这条是这条算 你看啊 我们第一个函数叫什么 是不是Mouse B10 好 来我们看 Mouse B10 Mouse B10应该是这样的 来我们 select 新Strom EMB 这是查所有的 我们先查个E-LIME 我就看名字 好吧 嗯 第一个 我先Mouse B10 就这个函数 这是从哪儿了 从我们的 这个日期和这个日期吧 我们就写个叫 Hiredata 这个号SYS 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会怎么写上 不的 写反了 是吧 点上 那我们看一下 这都是月吧 那月的这个点什么意思 不能去 不足以月的吧 点是不足以月 能懂吧 是不是就不足以月的 就是三十月 这个点是不是叫不足以月 我只取整是什么 是不是整月 整月除以十二 取的那个余入 是不是不足的一年的那个月 对 能懂 除了整个 是不是除以十二 对 是不是除以十二 对 我是不是向下取整这段是来 我向下取整 取的是什么 是不是总的月 对 这是不是总的月 这是不是总的月 除以多少 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年 这是年 再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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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年 是吧 能看懂吧 我现在我再取整 我们看一下 字符操作 是不是不足以十二 是不是以后取余入 是不是以后取余入 你不要取整啊 我是不是针对这个除以十二 取的余入 是不是不足以年的月 对这个取整是什么 是不是年份数 你干了多少年了 再来 我问你 你是不是工作了这么些年 刚才你取 能看懂吗 然后 多少 MOD MOD 获号 我是不是取这个里面的这个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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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取余入吗 你总的月份除以十二的余入不就是你不足一年的所有的月吗 嗯 有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 这不是数学题吗 是数学题吗 三说各种不秀 那会儿 不是除以十二 逗号十二 这不写了吧 这不相当于十除以三的余入一吗 这不斗号十二吗 对 对 你现在取装这么多月除以十二的余数 这不余四个月比一个月这个 这个是更好的吧 嗯 还有这个 六十一 十 能看懂吗 然后再下方是不是还有 那啥呢 是不是还有日 那个日老师怎么看 日日日的话你看这是帽斯比顿就是他 你看我们再来看一下帽斯比顿的值 这是不是月啊 这是月啊 这是什么 天数 这是不是不足不移月 能懂吗 这不足不移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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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懂吗 这是不足不移月的东西吧 我说他乘一个三十是不是天 那假设我们一天我们就规定一天是三十 可以吧 你还这样 你用 SYS 减去 Hurried data 这是你工作的所有的天 除以三百六十五 取 是不足一年的所有天 能懂吗 你不要除三百六十五 我告诉你 除以三十取 我要的是不足一个月的天 除三百六十五 能听懂吗 假设我们一个月就按三十天算 你用SYS data 减去Hurried data 除以三十取 是不足一月的天吗 是不是不足一月的天 是 是 我了 来 来 Mod SYS data 减去 Hurried data 色号 三十 那这是啥 那不足一天呗 不足一天呗 那这个就上下什么 许个人忘了 你别再不足了 你不怕 我还能给你继承小叔叔啊 精确到秒花工资是吗 你这过分了 一秒三十万元 三十七年 四个月十五天 看懂了吗 当然这个是不是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的难度不在于四个月 一个是个数学问题 是不是在一个算法的问题上 你看我们用的函数不都是我们讲过的吗 就还是那句话 以年月日方式显示员工的服务年限 你自己怎么算 这个里面是不是怎么算就行了 你自己只要能算出来 那我们就一定能找这方式写得出来 听懂了吧 怎么是太难了吗 还没听懂 没听懂 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的感觉应该这样子 老师你一讲 我是不是懂了 对 让我自己写 不会 不会 那你再体会我说这句话 你的难点其实有的时候不在厮护语句上 这种年轻人让我数学 真的吗 数学之后 你的难点有的时候不在厮护语句上 对吧 我觉得这句话你会体会越来越深的 不在厮护语句上 那为什么 你写的少 我告诉你 我自己刚开始 假如说我刚去书记处的时候 我看见热火动吗 嗯 标识这个了 当然 我看见热火动吗